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我上一期节目给大家 推出了一个 Office 2021 这个专业增强版的一个 免费期活的一个视频 然后很多小伙伴就跟我反馈 出了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天安装期活的时候 这个地方显示 Office产品已经期活 已经期活了 没问题了 然后等第二天的时候 打开电脑的时候 打开在卧带的时候 这里又显示输入产品密钥 还是需要输入产品密钥 然后打开账户这边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显示说需要激活 需要激活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小伙伴们 当时在安装激活的时候 安装密钥的时候 不是要安装许可证管理吗 那安装许可证管理密钥的时候 货不对版 货不对版 比如说你是下载了Office LTSC专业增强版的一个 那么你就要安装批量许可证 对不对 但是你安装的时候 有可能安装成这一个了 有可能安装成这一个了 或者说安装成这一个了 货不对版 也就是说 打比方你要娶你老婆的话 结果娶成你老婆的闺蜜了 对吧 那肯定是不和谐的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小伙伴就会重新 安装一下真正的灭药 打比方真正的灭药 但是结果安装了完了以后 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要把你原来安装的 这样一个Office 给它完全卸载掉 完全卸载掉 那因为你重新激活的话 它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原因是你以前的系统里面 它包括注册表里面 都存了你之前Office的 那一个信息在里面 所以说导致你怎么样子激活 就激活不成功 那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把原来的系统里面的Office 完完全全的卸载掉 包括注册表的信息 完完全全卸载掉 那么这个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 我会在下一期节目 Office 365 这个全家桶 这个免费激活的 这个视频里面会介绍 那么今天 我用这样一个办法 借助这样一个工具 来完成这个Office的 这个完全的一个卸载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 我们来到桌面 那用这个方法来卸载这个Office的话 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用常规的方法 把这个Office给它卸载掉 OK 我们找到这边 这个Office专业增强版2021的这样一个 OK 我们又这样一点卸载 直接点卸载 OK 现在正在卸载 再从你的计算机中删除Office 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大家稍等一下 OK 经过了九九八百七十秒的时间 我们终于把这个Office已经成功卸载了 它这个需要尽快重启计算机 我们不管它 OK 我们点关闭 关闭以后的话 那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再打开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Office的一些 包括Word Eccera 这个快捷方式已经没有了 但是说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 用这种方式 现在Office 它还是会有很多的残留信息 在你的系统里面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用到这样一个工具 O15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软件是得来不易 得来不易 当然的话 我也会在这个视频下方 给大家做一个链接的分享 那么现在我们双击打开它 OK 打开它的话 解决并帮助预防计算机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卸载Office的一个软件 OK 我们点下一页 现在正在解决问题 正在解决问题 OK 这个地方的话 完成这个所有的Office的卸载 我们点yes OK 现在正在解决问题 现在正在解决问题 Let me take several minutes OK 这个也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先等待一下 OK 经过了稍作时间的等待 这个地方已经显示 这个successfully 已经彻底的下载成功了 已经彻底的下载成功了 OK 我们点下一页 现在解决其他问题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选这个 选这个 yes 这一个 我们点击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是 this me take several minutes 又需要等待几分钟的时间 OK 到这一步的话 已经成功的把你的Office 包括它的所有组件 包括它的注册表信息 已经完完整整的 从你的系统中移除了 移除了 OK 好 那么移除以后 那么经过这两步的话 移除了你的Office系统以后 你又可以愉快的重新安装Office了 那么关于如何下载Office官方正版 并且免费的激活它永久使用它的全功能的话 你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节目 也可以看我下一期 关于Office365全家桶的一个下载和免费激活的一个视频 那么这期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